全国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还是自收自知 还给园区的动物准备充足的场内 这就是堪称全国待遇最好的红山动物园 看到红山动物园的动物们 在园内动物集体摆烂 非常想说 状态在演我的日常是吧 但是很明显的 可以看出 园内的动物都很悠闲 就像开头介绍的一样 它们有充足的自由空间 并且在动物园内 拒绝游客大声讲话 以及拒绝可能会出现的类似 会打扰到动物的行为 除了这些 园内环境也很不错 之前的门票一直在四十 去年一段时间 因为疫情原因 去参观的人很少 因此园内亏损严重 也有不少员工离职 为了生存下去 红山动物园开始 在网上进行直播 直播的过程中 很认真的给大家科普 动物园里的小动物们 在动物园里面 还贴上了各种温馨的提示 看起来就很真诚 触动人心 哪怕你只是在网络上 搜索红山动物园 点进去他们的网页 都会看到非常可爱 充满生命气息的页面 点开首页的动物展区 会有非常详细的场馆介绍 以及每个场馆内 动物的照片 红山动物园 还发生过不少有趣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 在认养方面 很巧合的谐音梗 河马把河马认养了 七匹狼认养了狼 每每讲起来 都很有记忆点 从网上的各种视频来看 园里面的每只动物 看起来都肥嘟嘟的 一点也不用担心伙食问题 红山动物园 真正的做到 对动物认真负责 红山动物园的园长 真正的做到 他说的那样 任何生命的意义 都不在于被他人关上 保护动物 不是让他们活下去 而是让他们快乐地活下去 不过说来 在动物园内 也有很多 煞线旁人的爱情故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怎么动物园里 也会有这么多 甜甜的恋爱故事啊 比如这两只 在红山动物园里 设立千千和大杠 就是妥妥的 青春恋爱文学男女主 一个是内敛不爱表达 但会用实际行动 证明的骑士 一个是备受宠爱的 温柔大小 两只舍利从小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见证彼此的幼稚和青春 互相陪伴在身边 虽然说很多时候 人类很难分辨出 相同种类的动物 但这两只舍利站在一起 一眼就能看出来 哪个是千千 哪个是大杠 虽然说在面对游客的时候 大杠会很努力维持自己 高冷舍利的气质 但当看到千千时 仍一秒破功 如果遇到烈日高照 大杠会站得比千千高 贴心地为妹妹 遮挡太阳的光线 好妹妹你放心睡 有问题大杠我扛着 这么漂亮的千千 我要是大杠 我也心动 当然偌大的动物园里 肯定不止一对情侣 黑豹李昂和小布也很好嗑 李昂 性别公 爱好 干饭干饭干饭 刚来到红山动物园的时候 每天除了干饭就是晒太阳 似乎豹声里面 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兴趣 直到看到漂亮豹妹小布 好像第一次知道 原来一只豹的心跳 也可以如此剧烈 如此难以抗拒 两只黑豹互相试探 查看对方的心意 小布就这样闯进他的世界 两只豹子相看对眼 从此再也容不下其他豹 他们在五个月之前 就已经合龙成功了 开启甜蜜幸福时光 李昂专心给小布舔毛 此后 我的食物都给你吃 虽然爱情很甜蜜 但是这两只可是黑豹 看起来就很酷 虽然不仔细看 只能看到身上好像纯黑一样 但其实人家黑豹 真的是有花纹的 就是不明显而已 除了这几只 红山动物园里面 还有不少 恩爱爱的夫妻 拜托 怎么动物比人还好磕呀 什么都磕只会营养菌猴 来我请你喝酒 来来来 大家还记得那只 在南京为非作歹 结果被逮住的网红猴吗 它是红山动物园的 不过后来动物园辟谣了 已经把那只猴子 关押在其他地方 大家之后在那里见到 其实是其他的猴子 虽然这只猴子很有知名度 但是今天我们不讲它 除了这只 红山动物园可是 还有不少网红的 比如这只白面僧面猴 上过热搜 虽然被大家调侃像无脸男 但是看多了真的很可爱 而且动物园里 不止有一只这样子 它们是一家三口 爸爸叫杜杜 妈妈叫花花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刚出生没多长时间 虽说都是白面僧面猴 但是你肯定一眼 就能认出来谁是谁 因为一家三口 谁跟谁长得也不一样 这对夫妻还特别甜蜜 在游客面前丝毫不收礼 大秀恩爱 惹得附近一阵止不住的羡慕声 这年头猴子 都比人会谈啊 除了猴子 其他动物过的 也都很不错 并且各有特色 这只狼叫小黑 虽然浑身看起来不怎么黑 因为年少无知 得罪过大狼 现在夹着尾巴做狼 还有一只叫史丹利的狼 曾经很有实力 敢于挑衅当地狼王 虽然失败了 现在甘心守着 自己的一方天地不动 也有可能是在卧薪长板 等待一日杀回去 还有妞妞 非常可爱的一只守猫 因为吃得太胖 和周围同伴格格不入 在饲养员的帮助下进行减肥 然后减肥一年 瘦了八两 在掩谁的真实状态 除了小动物们 国宝大熊猫也是必不可少 虽然有时候会摆烂 但是认真营业起来的时候 非常能看出来顶流前置 不得不说 红山动物园真的是 国内很不错的动物园了 希望越办越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老爷有什么看过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